委員好 台北部長你好 我想請教一下就是說開學了之後 其實家長們一直擔心是說 開學後我們已經知道一班一例的情況 或是一校兩例的情況有可能會有停班或停課 那事實上現在已經也有一些 也有國小學生的案例了 所以已經可能達到停班的狀況 那其實家長會很擔心的是說在 停課的期間家長是不是能夠有 相對的資源來照顧學生 那我們在昨天的3月3號的新聞上面 有看到勞動部已經有 有勞動部的消息是說 在開學之後 其實如果班上停課或是停學 停班停學的狀況下 也可以比照 之前延後開學的狀況來請防疫照顧假 但是家長們這邊其實一直沒有 收到正式的 資訊或是正式的公告 想跟部長請教說這部分是不是已經 確定然後之後家長如果遇到這種 停班停課的狀況也都可以這樣子的執行 好 謝謝委員 我想委員剛才提到我先說明一下 之前這個11歲的我們的學生 是因為在家庭裡面的感染 他並還沒開學 所以當時指揮中這邊大概很快的就通知 當時他有到補習班的這個作為 所以他到目前為止 學校順利開學後 並還沒有再有進一步的疫情發生 這我跟委員報告 那剛才委員提到 現在也因應整個疫情 我們確實要提前部署 那在過去延長寒假14天的這個過程當中 也特別依照防法 我們幾個跨部會 研議家長的防疫照顧假 那目前也曾請到指揮中心 指揮中心也確認 除了通知勞動部 教育部我們幾個部門 也會依照 當時延長寒假的這個 提供給12歲以下 還有有身心障礙的這些 特別需要照顧的這些對象的家長 如果有必要都可以來試用這個防疫照顧假 那就可能要麻煩相關的部會 能夠將這樣的訊息正式的公告 讓大部分的家長知道 因為現在目前說到的情況是 家長或學校其實並沒有 好 這我們再來 應該我們再來周知 因為讓需要的家長可以來做試用 好 麻煩一下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在看到我們的防疫預算 這次的紓困預算裡面 其實有提到 我們撥貼 我們撥放的經費裡面 有包括這些防疫物資的部分 那它包括提供給高級中學以下的 幼兒園學校 以及實驗教育機構的口罩 酒精等防疫物資 那我覺得身為一個實驗教育的家長 其實我們常常過去 教育部長可能也都清楚的知道說 我們實驗教育三法通過之後 很多的實驗教育的學生 其實都會面臨到 我們沒有辦法享受到 教育資源的這個部分 那同樣的在這次的防疫物資當中 其實只有補助到實驗教育機構 想請教說 教育部的這個編列的準則是什麼 那為什麼還是一樣 我們可以看得到 在個人和團體的部分的 學生其實遠遠超過於機構 那為什麼只有針對機構的部分做補貼 跟委員報告 因為只要是我們學生 我想都是屬於教育部這個體系 包含即使我們像坊間的這個照顧中心 這個客戶照顧中心或補習班都會來照顧 那可能在整個實質上我們是會去做 那可能在這一次的文字裡面 我們沒有把它通通獨立出來 但是也跟委員報告 這部分 只要是孩子的部分 教育部一定會來 到位的做這些相關防疫上的提供跟資源 那那詳細的這個物資的補助 或是物資的發放的部分 如何照顧到實驗教育的團體 或是個人的部分 能不能有 之後再請會後請提供相關的說明看 這個我們再整理給委員做參考 那往下也是會同樣的原則來協助 嗯 好 了解 謝謝您 那第三個部分就是 剛才其實前面有人提到就是說 雖然已經明定那個方法 是希望家長在家裡先幫小孩量完體溫之後再到學校 但在實際上的落實的情況 我們可以發現在各級學校其實還是會有一批 一部分為量體溫的學生直接到校 所以在學校實際上的做法會變成是 為量體溫的部分由學校來進行量測的動作 那過去 那目前現在發放的是耳聞牆 或耳聞牆相對的設備 那這樣子會一直出現有類似大白草農的情況 出現這也是我們一直收到家長的反應的情況 我們可以看到說其實有幾所學校 他們可能自己自費 或是調動他們原本的設備 提供這個熱像儀的部分 那我們請問這樣說 那針對人數比較多的部分 很有可能會造成這種 而必須要排隊量體溫的狀況的學校 教育部是不是能夠清楚的去明定說 有沒有這樣子類似補貼 熱像儀的部分去處理 那包括說 當然各校可以自行處理 但是一個是經費的問題 另外一個部分是我們認為各校的處理 因為採購量比較小 可能也不太容易去操作和處理 也會有排擠的效應 能不能請教育部考慮 在這部分能夠提供積極的作為來協助 好 謝謝委員 我們早上委員 也有部分委員 也有在關心這個議題 那我也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一次確實是當時 在第一波的開學前的全面的準備 那所以當時是以緊急採購 2.5萬支的耳溫槍即時的資源 那現在進入到已經中小學 各大學都陸續開學了 那我想這部分實際的情況 我們地方就說中小學以下 大概我們也在跟各縣市交易局處 來做他們整個這方面的執行的情形的了解 那委員所提到的這部分 在這一次我們的防疫物資 我想會再來進一步考量一定規模以上的這部分 是不是可以讓每天上學的這個體溫的量測或監測 能夠更快速有效 會朝這個方面來做延處 我也請國教署長 已經就規模方面跟這方面來做延處 我想在預算通過之後 教育部會儘快的來就一定規模以上的學校 來考慮做這方面的資源 那非常感謝就是剛剛以上三點的部分 教育部都是積極正面的回應 但我們能不能再請教育部去確認一下說 大概這些實施和這些的評估 大概什麼時候會完成能夠有正式的方法 讓我們這些家長比較安心 然後讓學校也比較簡便 好 那個跟委員報 我想對於實驗學校 不管機構或個人的這部分 我想我就請國教署這邊 大概這三天內 因為本來就有在執行 只是把這個數據精確的跟委員說明 那有關熱像儀的這部分 是不是容許 我想我們在本週 因為陸續開始以後才能了解 理解 他們真正的狀況 我想在一週左右 因為早上我也跟我們關心的林委員 我也提到會儘快來做一個評估 那相關如果在大會委員這邊支持一下 我們的預算通過 我想這部分我們會儘快來做執行 好 了解 謝謝部長 好 謝謝委 不好意思再有請那個衛福部長陳部長 其實很多人在關心這個 一市級社工人員禁止出國的規定 那我們看到在疫情指揮中心提到 是說在一級二級或三級的部分 是需要有相關的管制的措施 但是我們也收到很多 一線工作人員的陳情是說 雖然不是在衛福部的指定的範圍內 但是有蠻多的醫院他會禁止員工 只要是從 只要是從國外回來的 都應該要停止工作 然後進行居家檢疫的部分 那我不知道說部長有沒有知道這樣的情形 和掌握到這樣子的狀況 他也許有一些在院內的管理 他需要認為就是說暫停上班 但不會是居家檢疫啦 居家檢疫是需要有法定的效力的 那醫院沒有辦法自己開來居家檢疫的 這樣的一個規定 大概都是偏向是自主管理的部分 那當然是提到一樣說 昨天我們有聽到回應是說 在針對這些因為沒有辦法出國 或是必須要檢疫或是 居家自我管理的情況下 一定會盡可能的全額的補償 但是這樣補償的辦法或是條例 會是在哪一條 其實我們在原本的 在我們這次的條例或是在 這次的預算編列期中 沒有看到一些詳細的細則 想請教這部分 什麼時候會比較明確的知道說 這個所謂的盡可能全額的補償 這個部分會什麼時候弱勢或是相關的法源 和條例會什麼時候 行政院要求兩個禮拜 要把相關的執法規定好 那母法規大概在第二條裡面 有相關的獎勵跟補償的方式 所以母法規會是第二條 那執法規兩個禮拜內會訂定完成 但在母法規裡面其實沒有定義到那個補償的比例嘛 還針對出國的問題 那所以才要定 也之所以就母法規沒有辦法 繼續母疑的這樣的訂定 所以要需要有執法規來相關的訂定嘛 那縱使沒有執法規 我們還有第七條指揮單的一個應變職權在 那也可以來做相關的因應 那所以跟針對剛剛提到說 雖然不是在疫情指揮中心的頒布的措施裡面 但是由醫院自主自己要求的說 從非警視區回國 卻被醫院強迫自主健康管理14天不得到院工作的這個情況下 是不是也會給予類似的補助或是相同的補助 這個是屬於我們當然跟醫院跟相關的 我們的相關的醫護的人員來討論 不過在我們認為它是屬於在醫院的管理的權責之內 我們在衛服務定的方法是對第三級 然後第三級的我們當然就是說 它可以所有的有配合這樣的措施 那我們當然就會一律把它補到權 那至於在一二級的我們是授權給醫院來做管理 不過我們也給醫院現在也發出請他們去統計 縱使現在我們就先把錢會發下去 讓醫院在執行的時候能夠更順暢 所以在醫院裡面只要有配合的相關的人員 我們都會發下去 那在近日我們已經發出調查表 馬上就會來做了 了解謝謝 那最後一個部分我可能很快的過一下 就是說在負壓隔離病房的部分 我們看到之前的報告以及昨天衛服部給的資訊 其實不是很完整 那民眾也很想了解說 在台灣負壓病床總共有幾床 目前剩餘的床數有多少 也或者是說普通隔離病房的部分有多少 那一樣會提到說之前我們得到回應是說 如果負壓隔離病房不夠的時候 可以將這些確診的病人放在普通隔離病房 如果普通隔離病房不夠的時候 放在一般的單人病房 那這些是不是會有可能造成傳染的疑慮 能不能請衛服部說明 那又如果如果會或不會我們在編列預算的時候 其實沒有看到它實際上對應到哪一條 我們有沒有要擴建病床的可能性 有我們在大概這裡面大概在預算的便利 有一個應變醫院 相關應變的便利那部分大概有29億多 所以在這裡面我們大概就是會再負壓 那現在我們都認為只要隔離開就可以 所以基本上安全上是沒有問題 不過最大問題便利的費用裡面 倒是說我們一定要提前準備嘛 所以到時候事情還沒到那個情況 可能就會要求有一些要先清空 那清空的時候就有一些等待期 那些費用的補償我們都會來做 從優從寬 好 謝謝 謝謝我們王委員